清空山洞神妙风波再次让马华和火箭隔空互呛 早前率队协商的马华熟利总会长拿督马汉顺 错愕于清空令还没取消 并质疑是火箭让事情节外生枝 而霹雳州行动党主席尼可敏则火力全开 抨击马汉顺自圆其说 如今被打脸就像火箭泼脏水 炮轰马华缺德莫名其妙 霹雳州大臣拿督斯里沙拉尼一句清空令还在 让马华和火箭的炮火连环射 马华熟利总会长兼霹雳联委会主席拿督马汉顺 对于清空令还在感到惊讶和错愕 他向媒体发布的视频中表明马华会连同庙方解决问题 并质疑让事情180度大反转的罪魁祸首另有其人 其实前天我带领多件庙方的领导 和霹雳州土地匡卫局局长会面三讨 局长决定撤销清空令一事 令事情告一段落 当时行动党在非常清楚了解这整个事情 解决过后还质疑的要和周大臣 见面过后的事情生变 节外生枝 我觉得在这起事件中 行动党有义务向庙方及大众做出清楚的交代 本台电话访问火箭霹雳主席尼可敏 他的回应是 如果土地局真的撤销 洞穴庙宇的清空令 为何没有官方宣布 接着他劝请马华别向火箭泼脏水 这是一种非常确的 非常不负责任 不公平的指责 所以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霹雳州的华社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 所谓事件圆满解决 都是马汉顺自己在自圆其说 甚至于是一种误导和欺骗华社的行为 因为根本都没有白纸黑字 说明说这个事情已经解决 尼可敏表明 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国阵本身 要求马汉顺身为在朝的一份子 自行向周大臣沙拉尼厘清状况 调侃马华自行放火又自行灭火 为什么不能够出一个notice 为什么要由你马汉顺来宣布 而不是PDG来宣布 你们不觉得是有蹊跷 所以他到今天 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如今下不了台 就像行动党破脏水 我们就是莫莫名其妙 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尼可敏也澄清 千庙风波爆发第一时间 火箭就要求和周大臣会面 间接驳斥马汉顺 所谓的事情解决后 行动党才见面 节外生枝的说法 就是我们的佛莫名其妙 一个不必欠缩的